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经常下半身 腿疼 脚疼 走路容易拐拐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来还是那个老鹰 刚才是躺在那边 前面是躺在那边 压在那边 如果人站在那的时候 有很大的力量往下推 推到腿下肢这边 还刮不起的感觉 还是老鹰呢 还是那样 你对那个老鹰说 你说我再也没吃过蛋 我再也没吃过蛋 你说那个鸡我很喜欢 那个鸡我很喜欢 但是我是替你养着的 但我是替你养着的 说完以后那个老鹰就飞走了 还是那个老鹰 这两天是同一件事情 都交替在一起是同一件事情 老鹰是拴出来的风 往下推 就像那个从腿上刮过气似的 因为那个力量太大了嘛 所以看上去 看上去那个老鹰 简直像是飞机的模样 太大了 拴出来的风 往下刮过气从腿 像那个风向那个刮过气似的 主要刮过气似的 主要是在那个下半身的 是从这样刮过气的 往下推过气了 推过气的 就像那个香 正常刮过气的 刮那个 现在我看到的主要是前面 主有两次 后面刮的还相对来是少一点 刮回去 不过现在走人家 好 然后就是 你看到 人家的鸡 陪着他鸡丸 心里想的 不是想的吃 那都没事 但是不要 那个老鹰太厉害了 太大了 好 这是童年事前 前面的 好 那就这样了 没什么了 走了 走了 因为是童年事前 我挺吓的 然后前身跟这个灯筒 就是那里动 这是那个老鹰 再看一下 好